圣诞节期间,比佛丽山庄的罗迪欧大道是富人的购物天堂 100多个奢侈品品牌足以让人眼花缭乱 高档珠宝店Peter Marco是罗迪欧大道上的老店 这里有标价490万美元的7克拉缅甸红宝石 还有650万美元的30克拉钻石戒指 它的客制化设计吸引全球各地的顾客 老板沃萨斯表示,今年的流行关键词是低调奢华 在经济动荡的局势下,全美零售联合会预计 今年的消费速度会放缓,但消费者的整体支出会高于去年 今年11月至12月,全美销售额将上涨3%到4% 最高可达9666亿美元 看来通货膨胀没能扑灭民众对消费的热情 年末销售仍然表现强劲 而商家也瞄准商机,趁着消费剂大转一番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伯源综合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伯源综合 市场大衡 人电视台记者张伯源综合 先回省